那一样,基本上我的习惯还是先看输入跟输出 基本上输入,它这边当然输入输出它有些说明 第一个输入说明是要输入四个词 就是X1、Y1,实际上它算距离它有个叫欧式距离 这个欧式距离的话,当然至于背后是什么 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如果各位有兴趣,自己Google答欧式距离 就会非常详细的说明 OK,那也就两点之间的距离 第一点的话也许是,假设从这一点 这个不好画,这一点呢,这是X1 然后Y1嘛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可能是这个距离 到这边的话可能是X2 然后呢,Y2 那两点之间的距离,它有个公式 公式的话就把这两个值,X1 减掉X2,就这个值,的平方加上Y1减掉Y2的平方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个公式写出来的话 特别注意,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平方根的部分 对,平方根 其实特别注意啦,平方根不管哪个圆都有啦 其实呢,在这里它有个提示,它说平方根 在这边我们是开根号嘛 可是呢,如果在程式里面的写法 它这边有,那有个提示 这一题有没有提示 哇,这一题居然没有提示 那里面的话呢,需要用到 跟刚刚那一个,拍那个那一样 要imput mass 可是,它可能会不会新的版本 你们看一下你们书上会不会它有 因为它有的时候忘记加 一定要imput mass OK,那mass有一个这个sqrt 就是square root 就是算平方根 平方根的英文叫square root 那它的函数名称是sqrt 这个函数就可以帮我开根号 所以我的公式就可以了 mass.sqrt 有没有,然后瓜糊里面就把这个公式 然后平方的话就乘乘2 再加上 所以就是把最难的 我想这一题最难就是把这个公式 如何透过python程式 去呈现出来的这个动作 如果以后你看到这个 你可以转成python要的那个公式 那就应该就写得出来 没问题了 OK 所以这一题应该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大概demo一下 将来如果说做完之后 我们希望它就是给我们总共会有几个坐标 总共有四个数字 那四个数字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第一个数字应该是 那个x1的位置 第二个是y1的位置 当然其实你可以 以前小学是可以画那个什么 这个 这个是x轴 这个y轴 有没有 那x是2的话 就12在这里 假设那1的话 它点在这里 这一点 然后这个的话呢 5.5 5.5的话大概就是 4 5.5在这里 然后8的话呢 就往上 8的话就是 1 到这里 假设这个点 已经超过了 那这两个距离是多少 它其实就问你这个 那只要带进那个欧式距离的公式 我们答案就出来了 那所以呢 假设我们已经把欧式 这个距离的公式写完之后的话 那我这边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run出来的结果呢 是不是符合它要的 比如说我这边 它要我们输入2 就是x1 1是y1 5.5是x2 然后呢 8的话呢 是y2 OK Enter 那它最后是希望输出的结果是 前后小瓜 然后呢 中间的话呢 就把它这个里面的值带过来 带过来 然后并且的话呢 记得哦 这个前后应该都是有空白的 所以这个特别小心 我讲过了 其实我后来我发现那个考试最难的 后来容易忽略的就是空白 反而程式本身好像都不是问题 那我按Enter之后的话呢 要能够把这个结果也带出来 那你会发现的带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21 然后5.58 这个没错 那后面的话 Distance 等于这个7.8262 不过你会发现哦 因为我这个版本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旧啦 你们看一下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应该有更新才对 这个你们再看看 应该理论上哦 应该只要取到小数点第四位才对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题目上面的说明 它上面这边有个说明 就是说 最后取到小数点的 这边有 有没有 输出到小数点后第四位 其实有 所以它上面有写 但下面反而做出来结果不一样 那还是以上面为主 OK 所以这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概念上跟刚刚的其他题目都类似 也就是说我们上面需要产生有四个变数 OK 所以我们就是上方 我们来看一下程式部分好了 那程式部分的话 第一个上面就是增加四个变数 那是个X1 Input Y1 X2 Y2 上面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做什么呢 做那个平方根的部分 所以平方根部分的 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做出欧式距离的这一个 这个平方根怎么做 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Python里面 你可以引用那个叫SQRT的 这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特别注意 它是位在哪里呢 它是位于这个Math里面 所以上面一定要先做 InputMath的动作 然后呢 你再怎么样呢 你再去把这个 怎么样 把它再加这个 打一个什么 Math点 点之后 你打SQSquare RT就root 就是平方根的意思 特别注意 这个函数不是说只有Python有 你说Excel里面有没有 Excel里面也有 Excel里面也有SQRT的函数 Jama里面有没有 Jama里面也有 所以其实这个并不是说Python的专利 反正你只要算平方根 你就可以用这个函数 那里面的话呢 就把后面要做的公式带进来 它要有一个平方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开根号了 所以里面的话 你就把这个里面的公式照着打就可以了 刮弧有没有 两个刮弧 然后呢 X1-X2 然后后面刮弧的话 你就乘乘2就可以了 照着打 所以你最后打出来的结果 你们可以照着打就可以了 其实理论上 就是什么 刮弧 然后X1-X2 那平方的话你就乘乘2就好了 就类似这样 然后再加上呢 X1-Y1-Y2 然后呢 乘乘2 然后外面再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外的 在外面再包一个小刮弧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实际上我这个公式 打的方法 基本上就可以拿那个什么 这个题本 所以将来这个题本 考试的时候都会提供给你 你就把这个题本上面的照它的这个方式 把它全部再输入上去 有没有 这样输入上去的话 基本上应该都一样 有没有 就是照着这个方式做 那我们就把这个公式给完成了 OK 所以这个题本将来应该都会有 也就是说你不用特别去背它 OK 反正就照着打 所以将来这个东西 你只要知道规则 主要是那个平方跟 要怎么去取得 这个Mass的这个函数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输出了 所以输出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要输出什么结果呢 它要输出的是 总共有几个部分 题本习惯 我是考试的时候习惯是 拿题本 因为我们这个画面这个解析度宽度不够了 所以我就是要一来一去 OK 那我们再来的话就是希望看到的结果 第一个就是把什么 X1跟Y1放在这里 前后的话呢 再加上那个刮弧 有没有 然后把值放进来 所以printer这一行的话 就是printer什么 printer我们来看一下 printer的话呢 基本上 这个再拉过去一点 这样空间比较够 这样子 这样看起来 对对对 这样看起来比较好叙述 否则我切来切去 有些可能没有值本 如果要做出这个的话 诶 那就是printer 前面有个什么 钱瓜糊 有没有 然后空一格 有没有 这边应该有个空一格 然后再把这个的词丢进来 所以这个词的话 刚好就是我input里面的X1 所以把X1串在这里 那特别说 串接的话呢 因为它输入的话 已经转换成数字了 所以如果要跟文字串在一起的话 一样要做str转型成文字 转型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后面有个 这个豆号 这个豆号的话 前后也是空白 所以记得哦 加上 豆号前后空白 然后再把这个 Y1的这个词丢进来 那Y1的这个词后面又有个空白 所以后面又有一个空白 空白加后瓜糊 反正呢 尽量就按照它的格式 缺一个空白都不行 所以我说反而 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花最多力气 就是让那个格式 跟它的题本里面要的一模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要特别小心那个空白 要空白你就要多空白 如果没有 那你就是不需要特别去空白 大概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底下的话呢 一样的底下的printer 第一个printerOK之后的话 那第二个printer就很简单了 因为这个做完之后 你就要把这一行 Ctrl C 然后底下的话 Ctrl V 然后把这个X1改成 X2就可以了 Y1的话改成 Y2就可以了 其实底下都一样 只是说取得的值 变成说下面两个 放在这里 OK 要多一行 OK 然后再来 Enter的话呢 我们在print什么 print 那个我们的distance 它的那个里面的值 所以把那个什么呢 把那个d这个值 把它print出来 那这个print一样 其实跟刚刚前面也类似 就是双引号 里面的话 先把那个distance 有没有 distance 空格 等号 空格 这个 有没有 distance 记得啊 空格 这个一定要 等号 然后空格 后面的话 加上呢 这个一个 我们算完这个d的值 把它放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的话 你记得哦 加个大瓜糊 那取到小数点的 第四位的话 就是什么 冒号 点 4 f 就好了 然后呢 在后面的话呢 加一个点什么呢 点format 跟刚刚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这一题 其实不只是这一题 后面蛮多 还是都会用到format 所以我觉得format 一定要会啦 所以我 之前上课一直强调 一定要把format学会 当然呢 仿天书记用那个百分比符号 它有点像 以前写java写c++那种 格式化方法 有另外第二种 但那种方法 我建议 暂时先不用理会啦 为什么 因为python比较推荐用这种方法 OK 之前好像有同学问到 然后这里的话 点format 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直接把d给放进来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就是把d计算完的这个结果 它的距离 丢过来之后 帮我取到小数点的第四位 再跟前面的这个distance 串接在一起做输出 OK 这样的话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其实这一题 比较麻烦的地方 应该就是 imput这个mass 这个sqrt这个 后面公式把它带一下 其实你 我是建议 你们慢慢习惯 就用纸本 反正你就看那个纸本上面的公式 照着打 因为考试的时候只有纸本 所以像我练习的时候 我都直接看纸本 看这个啦 反正我都看上面给我什么 那我就照着打 好处就是说 考试你又很顺 因为考试就只有这个纸本 你又照着 如果这个顺着打 OK 那考试也就同样的状况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没问题 一样就照着输出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做完之后 把它执行 按照它的要求 比如输入2 Enter 1Enter 5.5Enter 输入8 看看能不能得到下面这个 输入这个输出一个两个三个 Enter看看 看一下 结果是不是 可能要检查一下空格 这个有空格OK 这个有空格OK 这个有空格 这个有空格 然后这边没问题 那底下应该跟上面一样 也一样没问题 然后Distance 空格有两个空格 然后再输出最后结果 7.8262也没问题 那表示呢 这一题如果考试的话 你这样给 那就 就会拿到分数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总共城市也不长 总共的话就只有九行城市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108的部分